埃菲爾鐵塔亮起藍黃燈光 巴黎23號授業活動 辦在俄羅斯出兵週年前夕 要與烏克蘭從一陣線 比利時的歐盟總部葡萄牙國會大樓 全都變身藍黃兩色 同一天駐紐約俄羅斯使館 則出現抗議人士齊聚怒斥開展 藍黃旗幟飄揚 海報印上普京名字還加馬 希特勒肖像譴責暴君行徑 同樣場面也在雪梨上演 駐倫敦俄羅斯使館門口大馬路 遭民間團體潑洒油漆 空中俯瞰一幅超大 烏克蘭國旗 波蘭邊境則不下巨馬 就怕周年再爆衝突 這城市已經長遠離開了 從小市是成為了 超級的責任 但現在又回復 但有任何目標 現在又是新的 現在是新的 烏克蘭 雲火山小城 蘇勒達爾 流行前生產的最後一批 言承愛國產物 十萬包賣光光 獲利捐贈國家 中央也發行 新鈔印上士兵奪回國土照片 但普京還是持續做自己的大內宣 不僅在佔領的克里米亞秀軍武 還與莫斯科兩地連線放煙火 還請俄羅斯所謂的祖國保衛者日 TVBS新聞總不懂